胡諾賢和太太陳琦一早就齊齊送兩個女兒上學 太太負責開車 而胡諾賢就幫忙拿東西送到他們上學校門口 不過胡諾賢的樣子就很累了 因為昨晚兒子又醒了 我昨晚睡了三個小時 但他昨晚無緣無緣無緣紮醒了兩三次 所以平時我都不喜歡打黑超 但今天真是很困難的 因為他跟我們一起睡覺 不知道是否因為他感覺到姐姐要上學 所以知道在中段時哭了幾次 哭了幾次我和陸女兒又要起床又要摸摸她睡覺 睡一會就醒一會 幸好早上刮了三福風球 兒子不用上學 三福風球反而幫了我 否則會搖起 因為有下雨